中国历史上十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使人命如草剑 纵观我国五千年文明时 中华民族曾经历过无数次残酷的战争和惨烈的战乱 正如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中曾写道 我翻开历史一查 这历史没有年代 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 我横竖睡不着 仔细看了半夜 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 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俯金追悉 历史上曾发生过至少十次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使人命如草剑 灭绝人性 令人发指 一 长平之战 这是春秋战国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 发生于公元前262年至公元前260年 秦国和赵国双方投入兵力超过百万人 秦军主帅为白起 赵国主帅为列坡 前期双方是军力敌 僵持不下 后白起施反剑计 散布连坡意图谋反了谣言 超王信以为真 气用连坡 命照阔为帅 此人为 神经济洁 音乐 秦朗